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 一家人把一年攒下来的宝贝食材 尽可能包进饺子中 饺子成为人们心中最美好的食物 岁月流逝 饺子已经成为中国传统饮食 图腾般的存在 今天人们吃饺子不再是抵御寒冷 而是回味醇厚均衡膳食 你都能吃几个饺子啊 十二个 一顿就能吃十二个饺子啊 你从多大开始来在家吃饺子啊 六岁 六岁 今年几岁 今年几岁 吃一年多了 那你最爱吃什么馅儿的呀 牛肉鲜菜 来到沈阳这家清真饺子老店里 坐无虚席 门庭若市 包了六十多年饺子的脱巢宴 是老店火爆的主要原因 脱巢宴 脱家清真饺子第四代传承人 脱老自幼受家族熏陶 十多岁起开始跟随祖父 学习包饺子的记忆 制作饺子皮首先要清水入面 揉成面团 静置半小时后 做剂擀成皮 饺子馅儿以牛肉为主 菜为辅 将牛肉切成条状 剁成肉馅儿 按量加入姜末 盐 酱油 花椒等调料 搅拌均匀 脱巢宴将馅儿包入饺子皮后 双手对捏 肉馅儿煮好后 笔成肉丸状 这也是脱家饺子的独特手艺 饺子是我的力量 没有饺子 我生活到现在已经切得多累了 还有什么去比饺子更重要呢 饺子给我的力量 让我继续去发展这个饺子势力 在2010年 脱家清真饺子传统工艺 也被评为沈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百年传承的清真水饺 不光是唇齿间的满足 更是对以往老时光的舌尖记忆 现如今 73岁的脱巢宴 依旧坚持每天去市场买肉买菜的习惯 这种亲手采买 物求新鲜的做法 可以上诉到1898年 第一代传承人 当年来到沈阳回名聚居地小西关 当时就是天天走遍早逝 120年 两个甲子过去 脱家掌门风雨不雾